我送你 你送你 我送你 你送你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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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昼 福建宏奖 贵爷也知道这东西来历 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 天下曾有四大宗师 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 浮将红甲 前面拦着那个就是 可这 浮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 被人毛寒雕寺 亲手拨了甲咒 这尸体和红甲 都挂在旗上示众 这可做不了甲 奇怪了 这红甲也是你来的 会不会是浮将红甲人的子女 不可能 天下红甲只有一副 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 我去试试 轮不到位也要冒险 出修 李前堂 剑马一用 随你用 咱俩谁先谁后 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 我的 还好 不是四大宗师里的浮将红甲 谁说不是 那这浮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 这红甲出自龙谱 是上古战甲 可是很少人知道这红甲 可以分成五具 对应五行 金木水火土 这是水甲 大雨倾盆威力最甚 那两个打不过他的 叫他们让开 停车 回来 停车 回来 我来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都没死 孙神有死 这已经不算活人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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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真还是血 这都好枪 我怕是对付不了 小舅子还真不好杀 宁杀没心 再找机会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幸亏我练的是刀 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两件 怕是落下阴影了 再也没有提前勇气了 你这刀也不怎么样 你这刀也不怎么样 怎么样 小丫头 比不过白虎脸 那丫头是不错 可以我相差甚远啊 人在双刀舞得比你好看 我也会漂亮剑法 长得也比你好看 这也能比啊 所以我不做你徒弟 别想了 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 若跟我学见必成大器 我这身份 本是越高死得越快 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 我看他舍不得 呸 那家伙阴险毒辣 什么事做不出啊 我教你啊 保你胜过他 不学 练舞太苦 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为什么非要教我 你天赋不错 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 也合我心意 他呢 那小子天赋不错 只是心思太深 还得再看看 这两件 断了生机 可看上去还活着 怕是最后一口气了 兄弟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看来是不想说 他不是不想说 是不能说 怎么想 我看了 这人神志受损的 神志受损 刚才出手可不像 看 整个甲州内部都客了 是什么 其中奥秘 就发药温车上的人了 你看 你看 这是什么呀 那红甲仁身上的 这面刻的是什么 瞧着诡秘 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 小子心思不正啊 挂挂抹角来探底细 前辈知道 知道你就说呀 这是真气 真气 这符禄是用特殊材料刻下 作用是流通真气 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 不仅仅是流通 还能储存真气 最奇妙的就是 这符禄将真气传入这里 脑袋里 所以说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 这红甲阴损得很 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 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筑齐伤人 所以我才下了杀手 那里面的人宁死也不会投降 人买了也就算了 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 如此手段研究看看 前辈说这浮将红甲一共五句 虽说这次只来了一句 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 谁说这次只来一句 方才在树林里还有三句等着 就刚才 嗯 那为什么没出现 当然是怕了老夫了 等等 这样加起来也不过四句 还有一个呢 我怎么知道啊 不好 宁额眉 世子 世子